作者亚历森大他们终于接近了指挥部了 这是一栋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的一个砖房 以前是这个省的省长住在这里 但是现在这个省长早就搬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了 这条路一直可以通到这个房子的门口 就是螺旋式的绕着啊绕着这个山丘一直上去 你能看见啊它的所有的窗玻璃已经被爆炸给震碎了 现在都是拿塑料布给盖着的 天花板和墙壁啊也拿一些柳条啊 还有一些粗糙的木板盯着进行加固 显然啊都是用那个炮弹箱临时做的 每当附近有炮弹爆炸 那个干燥的那种灰尘就从屋底的那个缝隙里边啊 直接就飘到他们的身上 这个屋子里呢有一张木桌子上面铺着地图 旁边呢还一条长椅 大概是年代久远了 已经都黑了巴唧的了 上校身材啊特别的强壮 头发呢过早的发白了 你能从他冷静的灰色眼睛里看出来 他有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 他指挥下的这个部队啊 是苏军里边遭受损失最小的一个了 最近呢是他们包围了那个叫嘎友的那个 匪帮 嗯击毙了好多的小喽喽 他说话声音特别低沉 也特别的平稳 虽然有一点沙哑 他下命令就是通过无线电发布命令的时候 也是用这种沙哑低沉平稳的声音 非常冷静 这苍白的嘴上啊 一直叼着一个已经熄灭了的香烟 有一个中尉坐在屋子的角落里 带着那个直升飞机飞行员用的那种无线电的头盔 这上校呢就跟雅丽介绍啊 说在所有当地的军队中啊 这个嘎雅呀嘎友啊 他的军队应该是最激烈反对民族和解的 特别的极端 他呢是因为先向我们打 就是炮击啊 结果呢 没办法 我们呢才开始跟他对着干 先是把他周边就这边的部队啊 我们给打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呢现在就开始往南推进 因为他大本营啊 在那个南巴格兰那边 他说不过这个家伙啊 他因为在我们苏联上过军校 所以对我们的战术啊 了如指掌 绝对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敌人 说着啊 这上校就陷入了沉思 大概停了有一分多钟吧 他就又说 就像我们有好多的老朋友 后来变成了叛徒一样 这个嘎雅啊 其实以前也是站在我们共产革命的这一方的 也不知道为啥 80年的时候呢 他就投入了游击战了 战术真的特别的阴险 因为他不让当地的平民离开 否则谁走杀死谁 所以等于是他把当地的人当做人质 我们就没法干 那后来呢 就是在火力的掩护下吧 我们还是把所有的妇女婴儿老人啊 成功的给救出来了 可是这家伙啊 又开始从娃娃抓起 他给娃娃们发兵 10岁的娃娃就给发了武器 强迫他们去战斗 但是孩子们啊 当然这个上校是这么说啊 就是相信我们 肯定也是上去都打什么仗啊 拿个木棍互相捅捅还行 真打仗那些孩子也蒙了呀 所以经过两个晚上 娃娃们就主动的把武器都交出来了 而且呢也就离开了封锁区 找自己的家人去了 正说到这儿啊 突然门打开了 完了就听见那外边的那个炮弹呼啸声 一声比一声还响 这炮弹正好就越过了指挥部 落到了离他们没多远的一个 稍微偏左的地方 你都能听见啊 就是那个土块 那个气浪啊 打到他们这个屋子里边 那木头碎裂的声音 完了那墙壁啊 被震动的那个打的那个声音 进来的是一个少校 他呢弯着腰啊 喘喘喘 喘了一会儿气啊 才对上校说 就说他们底下有一个人 说那边急需一辆带有扫雷气的坦克 结果上校说 那把那开过去吧 但是啊 别超过一个小时 你赶紧还得给我拿回来 上校就走了 这时候上校呢 赶紧又通过无线电 那个接线声 为他接通了一个叫 索纳塔的下属 喊 索纳塔 索纳塔 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吗 你离我的位置太远了 别往前冲了 你往回收手 收一收 然后他又拿起另外一部电话 搁在这个肩膀上 拿下巴夹着 平静的对着这个话筒说 比多罗外企业 想办法用咱们的打炮和排气炮 把那个地图上 我标的那个红色的和绿色的区域 给我拿火力压住他 听见没有 加油 这时候作者雅丽啊 才发现 打他进这个指挥部 就这么那么火 他抽了半包烟了都 你让他紧张的 然后一根接一根 就没在停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等到上校送他出来啊 一看外边站的些人 都懒懒三散 轻轻松松的站着 只有这个上校站的 笔直笔直的 然后深深的吸了一口 新鲜空气 雅丽就问他呀 你这么站出来 你就不怕那个 对方派出来的阻击手啊 结果啊 他那瞇着眼睛 阳光嘛 就出来啊 在那个房子里边 按得不得了 让他们见过去吧 我才不会让他们 自降身价 说你看啊 我现在 我们已经从第十阶 打到第九阶了 那边也是第三阶到第四阶了 这包围圈已经在一点点缩小了 我告诉你下午点 我们就开始 对第五阶第八阶 同时发起进攻 这钳子口中间 就剩两公里半了 只要这钳子口 拉到了一公里 这家伙就没处可逃了 而这时候啊 屋里边又传来了 对讲机的呼喊声 上校转身 也没跟雅力山大说拜拜 直接就冲进了指挥部 我看你下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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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下午的东西